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我前两天还给大家讲了这个很失败的设计 雾灯 很多人都不会开 所以很多朋友在吐槽 说这个怎么就不能够直接用中文标上 写上这个雾灯 前雾灯后雾灯 这不就解决了吗 我还真看到有新手司机 由于不识别这些图标 然后把这些图标上面 全部自己买一个不干交的贴纸写上 然后全部都贴嘛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车上这些图标 我就不能给它印上中文 而且咱们目前这个国内汽车销量这么大 有很多品牌 咱们的国内市场就是它的主战场 尤其是国产车 有些国产车你出口一链都没卖掉 全卖到国内了 首先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说白了啊 还就是一个成本 二一个是这个朗 三一个呢约地逐程 反正我别的没这么干 我也不想这么干 所以呢第一点就是成本问题 因为这个车上这些图标 印的这个模具 很多模具 其实你可以默论为是通用的啊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一家车厂 你想把英文改成中文 尤其是想把这个图标改成中文的话 那么你得全部那模具的重新来过 这个费用会有点高啊 所以呢不愿意干 因为要控制成本 而且呢如果别人都没得办 就你一家这么干的话 你还不晓得这后面的市场怎么样 所以能够省一点就省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美观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 你别说中文印上去 这个中文印上去 不一定美观啊 不是我说咱们这个汉字不美观 是这个汉字设计难度太高了 我讲英文随便那个 你不会写的 你闭脸就呱呱呱呱弄几笔 看上去飘逸 但是你看着咱们这个汉字 你要是没点书法功底 你这个跟我整一个汉字 那个图标都用上去 看德文简直就没法看 咱们这个汉字是非常讲究这个 尖价结构好你的这个审美的 所以这个设计真的难做 一般的真的做不好 就以目前咱们国内这些车企的 这个设计能力来说 想把这个汉字这个玩透 完成这个图标 我跟你讲 反正我我说他们没信心啊 所以呢与其做不好 就还不如不做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从我们设计角度来说呢 这个汉字它只具备特定人群 比如说就在咱们这个华语区 它是这个通用的 但是比如说这个游戏车子 它是出口的 你出口的时候放到这个脑袋那里 它看不懂啊 它不认得呀 你不能说你逼着它去学汉字 我跟你讲呢 图标它不一样 图标的话 它具有很强的这个向行性 而且图标它具有这个全世界的这种通用性 所以一个模具开出来之后 我无论是在咱们国家 还是在海外 不能在非洲在南美还在美洲 都没关系 它但凡只要能够识别图形 它都能够知道那个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呢 这也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所以呢 你仔细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车上这些案件呀 这些符号啊 基本上大多数这个图标都是通用的 只有少部分图标是有些车企呢 为了比如说这个通用库里面 可能这个没有这个东西啊 我这个自己设计了一个 所以它会有一些这个差别 但是做得好一些 这个车企即使有差别 它那个图标呢 也能够先对明确的指代 它是什么意思 当然有一些这个车企乱七八糟的 那些图标真就这个指代不了 所以总过来说啊 不弄汉字 一个是这个成本原因 二一个呢 确实这个通用性 一些朋友可能说了 你这个车你就压根就没有考虑出口 你都是这个国内卖的 你考虑这个通用性干什么 我跟你讲了 人家也是有这个出口梦想吧 说不定我哪天就出口了 你让我出口了 我再来改 我这个成本高了呗 再说了 多一次不如少一说 我改成汉字了 你会因为我改成汉字了买单吗 就比如说比亚迪的图标 开始呢 这个用了很多汉字 当然后来呢 慢慢的我发现这个 它的汉字的这个使用面积 也在也在减少 更多的这个 还是用图标在取代汉字 而且这么做之后呢 它的通用性会变得更好 毕竟呢比亚迪现在这个出口量 开始这个起来了 如果全用汉字的话 你在逼着那个老外 徐汉字 万一这个老外不愿意学 看不懂呢 它到时候也像咱们一样 它误定的找不到 一样的人家也会吐槽我们 对不对 所以图标呢 它确实能够解决文字 所带来的这个沟通 不变的这些尴尬 而且对车企来说 省成本大家看了都明白 关键是你不会因为它印了汉字 你去买台车 所以车企它没有这个动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车上这些图标 基本上要么呢 有些就用的英文 就是国外直接搬过来的 要么呢 很多就直接用成图标了 一个文字没有 反正呢 用汉字的始终也 目前也就是这个迪亚迪 其他的还真不多见